我们今天去做了各线式同期比较 如果用折线图的方式呈现 与这边我用的是断代图 我想断代图就可以比较清楚的去 你就可以直接下几个结论 举例来说 在受雇人员报酬的同期比较中 也就是近三年来同期比较 大致上可以发现台北市 桃园市 新北市变化不大 当然在台中市 在2021年他有追过高雄市 以及最后台南市在三年间 同期比较是没什么变化的 好 这个是属于就是说薪资收入的部分 那在经常移转 在经常移转收入 这边变化就比较大了 尤其是最主要的变化在新北市 新北市 它从原本2019年的第二名变到第一名 上升到第一名 然后这个是台北市2019年第一名 现在退到第三名 所以这两个城市的变化应该是颇大的 当然你也可以再加前三名的一个说明 好 当然我就快速的去画出支出 支出 可是支出我想要画四个断带图 就直接复制贴上 然后只要 因为这边我可能要画三张 然后这边我再挤一张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先做二一 所以把它原本歪走里面放置的拿掉 然后做二一 二二 二二 所以可以发现二二的话 就是第四名的台中 与第五名的高雄市 这边有产生变化 这三年间是有变化的 再来就是三一 所以复制它 贴上 然后放的是三一 食品 稍微捞宽一点 食品 然后你会发现食品的话 几乎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好 再复制贴上 好 那这个的话就是三四 三四 所以住宅的话 它在这边第三名 台中市与陶宛市 这边会有产生变化 那 以及最后 最后我要放的是医疗设备 布置贴上 好 那相对的就把它稍微作小一点 那 这边是放医疗设备 所以医疗设备的 弯轴 弯轴 医疗设备 好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 在医疗保健 台北市一直都没有变化 但是 整体来说 它又逐渐增加 你看基本上 它几乎都是维持平的 这个也有增加 这个经常移转收入 也有增加 例如说2019年在这边 那2021年 它跑来这边 所以它有增加 这个也是 这个有微微的增加 好 那这边变动 除了台北市没有变动 其他五都都有产生变化 好 所以有了这样子一个断带图 它可以快速帮我们去解读 这些资料的同期比较结果 这就是视觉化分析的一个重点 我接下来我就要去讲 说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边 我们知道了什么 主要的收入有什么 受付人员报酬 以及经常移转收入 那可能这个是大家最容易理解的 我等一下就是要讲这个收入 因为它是最主要的收入 你当然要先看说 它到底跟什么 或者是最主要的支出 有没有关系 那通常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你去想 这边是不是416取1 当然了 主要我们现在先做的是 这个受雇人员报酬 所以这么多图 我就暂时不请你们画 我要介绍它这里面的机器学习的方法 这个机器学习的方法叫做关键影响因素 关键影响因素在这里 而且它是用画图的方式画给你看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新增一张新的页面 当我们今天要做分析 我们是不是要去找两两之间的关系 就是收入与支出 然后去希望能够找出最有关系的 而且当你做完收入与支出 请问收入 收入会不会受到这个第四 第四类 会不会随着 例如说每户人数 而产生所谓的一个相关变化 有可能吗 对不对 好 所以通通都要做 那怎么做这件事呢 首先第一就是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我们就把它叫做相关系数 我们就取名叫关键影响因素 这个impact factor 我觉得还应该算是蛮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放在这个 第一反正就新增一张工作表 第二点这个关键影响因素 那他里面就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 分析 一个是说明依据 而且分析只能放一个 例如说 我现在 请问你在收入里面 最重要 最主要的收入 是不是受雇人员报酬 所以你是不是先勾他 他就自动放到分析 然后他分析什么呢 他在分析 受雇人员报酬增加或减少 他就只能分析这两种 各位知道什么叫做增加 因为你在分析的时候 你就希望知道说 当什么 假设你现在看到这个 受雇人员薪值 受雇人员报酬 当增加 就是因为他是x轴 你就把它想象成 他就往右边跑 那就是增加 那如果减少就是往左边跑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会勾这个收入 挑一项 而且我们只挑这一项 那这边说明 就请你不要再勾收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勾支出 他就会全部都放在这里 你就开始勾了 例如说 你先勾这个21 瑞吉支出 他就直接告诉你 他就直接先告诉你 请问这是什么图 这不就是散布图 你看他就自动帮你画 好 请你注意 我们分析的全部都放在Y轴 所以我们这边会有听过 一个名称叫 质变数跟因变数 变数你们知道吗 XY就是变数 可是请你注意 他这边把它想成 它是一个结果 知道吗 因为我现在 我只能告诉你 他现在是不是有一条红色线 对不对 那叫趋势线 这条趋势线 他只是告诉你 这两个变数之间有证相关 他只是告诉你这件事 请问他有没有告诉你谁影响谁 没有 我就接下来继续点 我就再点2.2 请问这有什么难度 这没有难度 可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要点它 好 你看当我点下去之后 这边是不是又多了一个这一个 好 这边我只是要请你稍微知道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他比较聚集在那条趋势线上 对不对 所以他直接从你心扁了这个经常移转支出 他就直接高过于这边的那个impact factor 有看到吗 至少这个数字比他大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2.2经常移转支出 它的一个影响是高过于2.1利息支出 看得懂吧 好 接下来我就继续点 接下来你看 当我点它 我一直停留在第一名 第一名是谁 就是那个移转支出 经常移转支出 这是第一名 好 好我就继续点 其实这些有些你根本就不用点它 可是我刚刚说我要算的像医疗保健你一定要点 请问你这样点电脑它是不是就大量在那边算 请问我这边是不是点完了 可是其实我还想要 你看当我点完这边它还是维持第一名 没有超越它的 那我现在点一个就是点一个像这个叫做 刚刚我讲说什么 现在把医疗设备跑去哪里 这个 这个 好 我先请你们 就是我可以把这边显示比例稍微放大一点 只是为了方便给你们看 我现在要点这一个医疗保健 然后接下来我把 我把这边 把这边缩小 请问您觉得它的相关系数跟 这是医疗保健的相关系数 还有这一个叫做经常移转支出的相关系数 与与谁与就是什么收入 与受户人员报酬的这个收入来去做出来的善户关系 它的相关系数应该会比较高 对不对 有听着有听得懂我意思吗 只要你做的只有简单的几件事就是你点空白就是你先加一个新的页面 然后点空白的地方 然后点空白的地方请去选到关键影响因素 接下来你就分别在收入这边挑一个其他的所有支出你全部都点完 他就帮你算完了 然后等一下我再教你怎么去看这边与这边 这样了解吗 反正你看来看去 有时候他会变成是这个 因为他为了节省时间 节省速度 所以他就直接把一大堆的数字类别化 例如说这个是6073以下 然后这个是6073到10937可以吗 有没有看到这个数字 这个我还是放大一点在那边看 然后这个是10937到13523 然后这个数字是超过13523 然后这样子的话 他就不用去每一个点去描绘 是不是也可以减省一些时间 这只是提供给你参考 当数值 他觉得它是一个连续的数值的时候 他会刻意的去做集聚 做出集聚来去快速的呈现 请你刻意的把刚刚没有整理过的资料都不要选进去 举例来说 什么叫没有整理 像这边是不是看到有两个02 那就代表说可能前面几年它是什么 后面几年又是什么 甚至在更夸张的是单独有一年 还出现另外一种名称 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刻意的去解读资料 理解吗 分析的人员不应该去做资料拥有者该做的事 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能去猜 你绝对不能用猜这件事 你一定要拿到对方完整的资料 要不大家全部都要齐头事 例如说我就只分析哪一年到哪一年的资料 这是OK的 了解吗 而且你想怎么可能 刚刚在这一页 这一页我还是要再勾一下这个10 其他我都关掉 你有没有发现 怎么可能在就是之前 这是2008年之前 它已经这么高了 那接下来这边你知道这差距是多少 怎么可能我们现在的吃 就是食品的一个支出减少这么多 好我们现在回到刚刚这地方 关键影响因素 不然你就算拿错误的资料丢进去 让他算这些 然后我再去解释它是没有意义的 有听懂吗 好所以我现在我就针对 针对这一个关键影响因素 把这些有重复的像这个 是不是有两个那就拿掉 不要丢进去做计算 然后住宅服务这个有整理 所以你可以不要拿掉 然后家具设备这个没有 这个医疗保健你可以留下来 交通拿掉 拿掉的可多了 因为它都不完整 好 以上因为你拿掉很多 所以它也就只能帮你算出来这些 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第一名 就是与受雇人员的报酬 第一名 与经常移转支出的增加 它是有证相关 好那我们来看它 这边它所指的是 当薪资收入增加的时候 与什么 住宅服务 住宅服务水电瓦斯 其他燃料支出的增加 是有证相关的 好再来这边 当收入增加 医疗保健增加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就开始变比较 比较什么 分散 接下来是这一个 好 当收入增加的时候 这个我想 医学 不是等用品的增加 还有最后这边 它所指的是 跟实的增加 是有关系的 可以吗 然后当你勾钱完这边 我希望你要继续勾的是这一个 因为你不可能都只有算收入跟支出 还有下面这边叫可支配 但是请你先不要勾收入类的 还有像这种平均数 你不要去勾 你可以勾这个平均每户人数 平均每户成年人数 这几个你可以勾起来 所得总的就不用了 然后家庭户数消费支出 最终消费支出 除去 这样本户数不要勾 然后请勾除去 好 所以你去看 这边他就告诉我们说 那个收入的增加 他会以什么 每户就业人数增加 是 他应该要用什么散布图的方式 可是因为这个数值的变化 他觉得是一个连续性的变化 所以他就把它分类了 分类例如说 1.03以下 1.03到1.32 到1.2 1.2到1.75 1.75到2.06 2.06以上 因为这个意思是指说 它的一个变化的急剧太小了 以上是提供给你参考 那这个每户就业人数 当然越多收入也越高 所以这个先票过 我还是要讲的是这一个 就是请你们去思考一下 你勾了这么多项 然后他分别帮我们算出来 这个叫做影响因素 那影响因素的大小 帮我们排好顺序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 我就想要去算 就是去画这一张图 还有像 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 跟住的关系 然后跟医疗保险的关系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 第一个 我想要讲的是这一个 这个叫做 你可以看到我的Y轴 Y轴现在是叫做 受雇人员报仇 我的X轴是经常移转之初 好 所以就请看 我这边已经做好给你们的 其实这是我们上次做的 好 我上次是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用什么来去做 用 请注意哦 刚刚那个显示比例 显示比例 准备讲一下 好 右边还有内容 所以你要点一下 符合一页大小 然后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张图 这张图 受雇人员报仇在X轴 然后这边叫做 经常移转之初 在Y轴 好 当我们再去画相关 就是当我们想要去找关系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确定谁是因 谁是果 谁是质变数 谁是因变数的时候 你可以随便画 而且你就算换了轴 两轴对调 你求出来的相关系数都是相等的 因为相关系数 它没办法告诉你方向 甚至 如果刚好它是正相关 或者是负相关的时候 你可能会产生错觉 好 但是我想要告诉你的是说 在这个地方 我画的这一张图 X Y 两轴 用的变数 其实 我就是在做这一张 我就是在做这个 我现在排名第二名的这一个点 那这边 这边为什么有这么多点 你要知道我们有41年的资料 再接下来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22个县市 所以画出来的结果 大概呈现成这个样子 那我这一张图呢 我就把一个县市 用一个点来去描绘了 所以这边就变成22个点 好 这张图还有印象吗 它是会动的 我只是把41年 把它放在播放轴 对不对 这是之前我们已经教过的内容 对不对 好 所以我现在我要继续来去讲 那首先我要先 请你们了解一件事情 以这张图来说 我的这个叫做图例 这一张图 它的图例放的是区域别 还是放棉会比较合适 好 所以我就把这一张图 把这一张图再画一次 只是我放的是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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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置贴上 然后把这个图例换成统计日期 有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一张图代表是什么意思 这一张图是各县市 受雇人员报酬 与经常移转支出的关系 请问这一张图是什么意思 各年 从民国70年到民国110年 就是各年这41年的受雇人员报酬 与经常移转支出的关系 对不对 一个是在讲各区域 一个是在讲各年 那你觉得哪一张才是我们应该要去呈现的 有听得懂吗 上面那一张其实是很恐怖的一个数字 41年 比如说台北市41年的资料 全部集中在一起 听得懂吗 那下面这一张 它是把当年全部各县市的资料 全部集中在一起 这样理解吗 这样两个分析出来 虽然相关系数都很高 可是要看你的实际的解读 你要指什么问题 这样理解 好 所以我现在我第一件事情 我是要请你把刚刚上面这张图一分为二 因为等一下我要带你们去求相关系数 现在我们已经讲到收入与支出的关系 相关系数其实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一条线 以及有22个线市的点 也就是22个点 那如果说今天这每一个点 它与这条线的距离 它构成了 构成如果越小 就是把它这个距离算出来 要是越小 就代表越接近 越服从这条趋势线 这个时候 它的相关系数就越大 可以吗 那 会判断那个相关系数之后 我现在要问你们的问题 就是说 它这个相关系数一定很高 它的相关系数也一定很高 谁会比较高 那我觉得说这个不算 最好是什么 实际的算出来 请注意这个受雇人员报酬 我习惯是这样子 这是X轴 这个X轴 我就会把它当作是我固定 我固定放置 也就是我固定要去做相关系数时 我选择的一个项目 也就是说我滑鼠右借 用滑鼠右借对着这个受雇人员报酬 来去做新增快速量值 新增快速量值点下去 然后计算 计算什么 这边相互关联系数 类别选什么 类别 因为我这个是县市 就是区域别 所以类别 我是不是要选区域别 那下面这一张 就是要去选统计日期 好 然后 然后接下来我的Y 对不起 因为刚刚动到 好 我的Y轴要放什么呢 是不是就放这个经常移转之初 这个经常移转之初 拖移到Y轴 然后确定 那通常他会把这个区域别放在最前面 我希望因为我跟你讲 每一个因子我全部都要去算出相关系数 正因为我每个因子都要去算相关系数 所以我会希望说他不要跑去区域别下面 我希望他放在这个因素 这个特征 这个栏位名称的下面 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都会刻意的把这个地方删掉 所以我一删掉之后 他是不是就变成受雇人员报酬跟什么 经常移转之初 其实我已经做好 就在这边 好 我还是把它给删掉 只是 现在上课做的 所以我把它叫做2 就是我在这个名称最后面加一个2 然后打勾就代表说我已经算完了 他就帮我放来这边 放在受雇人员报酬的下面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我会点一下外面 去画这个叫做卡片 去画一个卡片 再勾选这一个 受雇人员报酬与经常移转之初 相互关联2 所以请打勾 所以算出来 他的一个相关系数是0.96 好 接下来我要做这一个 不晓得你们知道 就是卡片 卡片 它有一个小小的技巧 好 我先把这张卡片先删掉 然后 假设我先刻意的点这个卡片 把它先搬到指定的位置 程序上面是没有任何改变 假设我只放在这一格 看得出来我放在哪一格吗 所以它现在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格子 对不对 本来很大 它塞进去 最适合的大小是45字型 可是因为我现在格子变小了 所以当我点到 在这边点也请注意 这几个名称是不是都很像 所以你滑鼠游标移过去 要稍微等一下 它才会秀出来它的完整的名字 所以不是这一个 下来 是这一个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要点到前面这个小方格 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它就直接呈现0.96 然后让你知道说它的一个相关系数 好 我一样在效果这边 我先加个框线 接下来我要做下面这一格 下面这一格 所以它这边跟刚刚的做法差别 就是在于说 这个X轴跟Y轴都没变 但是它的类别换了 然后这里它所使用的是什么 统计日期 那统计日期建议不要呈现时间 所以选到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上面是不是有统计日期 请把这个统计日期 这边的资料类型 有看到它是日期 但是它的格式请改一下 我要改成short date 改成这一个 它的时间还在 我们先看它的相关系数 这才是比较重要的 它的相关系数如何制作出来 所以我的X轴仍然是受雇人员报酬 滑鼠右键 点选受雇人员报酬 点一下 接下来去选新增快速量值 第一个动作 我全部都是选X轴 因为这样方便我去整理资料 还有日后我要去找相关系数 我才比较容易找得到 我都是任X轴 所以滑鼠右键 点选受雇人员报酬 第二个动作 请点选新增快速量值 接下来在计算这边 第三个动作 请切换到相互关联系数 接下来就是类别 那类别我一定要用这边 来去找 可是他就没有核取方块 他没有核取方块 你就只能用拖曳的方式 好 那我现在我的类别要选统计日期 所以按住它拖曳到类别 接下来类别选好统计日期里面的年 Y轴Y轴就是我们的二二经常移转直出 然后我就可以点确定了 然后接下来我把这个黏的这边删掉 这边就不能放二 这边要放三 对不对 二刚刚已经用掉了 所以这边就加一个三大勾 它其实就放在这边第三个 好 关掉 然后接下来 我现在要去做卡片 所以空白地方 空白地方点上去 点卡片 把它先缩小到这个位置 然后接下来 因为我知道它大概在三 第三格的位置 好 有看到 这边 左边有看到那个三 相互关联三 在门 在最左边 好 然后琴扁 打勾这个文字方块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看出来说 它的相关系数是一样的 好 所以你用线识别 跟用这个年来去看 这边所产生出来的相关系数 一样 其实如果说我把这两轴废掉 你画出来的结果还是一样的 就是 就是这个点 当然就会跑到上面去 好 然后这一个相关系数不会变 那我现在呢 我要把这一张图缩小 这个三部图请注意 它一定要是一个成正方形的样式 接下来把它缩小 那所以相对的 这一个 这个是不是要再缩小了 所以这个字是不是就看不到了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修改 这个卡片里面 卡片里面的字的大小 所以边选格式 这个叫图说文字集 请把 假设这个 明显一点 Areal break 然后这边改成20好了 20还是看不到 那我就改成 比如说16 就可以看到这个0.96 好 那相对的 这个也是 16 就提供给你知道吗 主要就是这个标题 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 这标题实在太长了 好 那请你们先调整 因为下面我要画另外一张 那我最重要要请你们做的是下面这一张 好 点空白的地方 我要做的是这一个 就是它同时有直条图 也有直条线图 好 那我决定我的X轴放置的是 就是我的统计日期 这个统计日期 所以勾选统计日期 然后接下来呢 我左边罢图放置的是 是我的这个受雇人员报酬 然后那右边这个折线图放置的 这边不是还有一个折线图吗 就是我的坐标运动到右边 好 我放的就是22 但是它会自动又放到这个Y轴 所以请把它放到线条Y轴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主要就是它没有打开 没有打开折线Y轴 它现在共用Y轴 就是这两个变数都是使用这个Y轴 所以怎么样去打开Y轴呢 好 在格式这边是要Y轴打开 我要请你们看的是这样子的图 它到底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它两个走的趋势有没有很相似 因为你可以从那个相关系数可以知道 它就是两两之间它是存在一个关系 既然是正相关 那它增加我也会 就是第一个变数增加 第二个变数就会增加 所以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那可是我希望你等一下去看 你要去看的是这张图告诉我们什么资讯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值叫做人员薪资 在1981年的时候已经到这个高点 可是这个叫做经常移转支出 要在三年后 就感觉好像说你这边是不是有在增加 它也在增加 可是它好像差了大概三年 看得出来三年吗 然后增加到这边的时候 增加到这边的时候 它是不是直线上升 感觉这边开始变化 这边感觉它没有差到三年了 对不对 好像接近了 了解吗 变到可能是差两年 接下来差一年 这边是不是就刚好重叠了 别在一起了 而且这边还变提早 这边有时候还变成提早 不过它的走势虽然提早 但是它只是早比较多 早一点点而已 可以吗 而不是早一年 可能还不到早一年这件事 有听得懂吗 就是现在的这样子一个走法 这个结果图我觉得才是比较重要的重点 那现在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它这两两之间的关系 刚开始前面前面这个时候 大概有三年的一个先后的差别 然后可是到了这一年 到了这一年是1995年 突然那个间距缩短 如何画这张图 其实就是群组直条图 加折线图 然后接下来你的X轴 一定放的都是时间 那我的Y轴 就是先放这个受雇人员报酬 线条Y轴放的就是什么 这个经常移转直出 因为这其实是我最后 要请你们画出来的一张图 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医疗保健 好 请问一下 当我们你去签诗号一下 就是签到一个假设 当我们今天收入增加的时候 就是说薪资收入所得增加 这个时候医疗保健 你会觉得会增加还是减少 应该是增加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就想 我就想要去看这个叫做受雇人员报酬 与这个叫做三六医疗保健之间的关系绝对不会比他高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这边关键影响因素 它是不是排在这里 它排在这里 可以吗 而且它的散布图 它确实在那个趋势线 就是很开的地方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个前面大家 这一定都是前面那些年 前面那些年 好 你要知道重不重视自己的健康 还跟医院到底在不在 例如说这个城市是有关系的 当然我讲这句话是必须要 要拿出数据来去算 可是你要知道 全台湾80%的大型医院都在台北市 对吧 这是事实 所以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还可能要刻意把台北市 因为它有地缘 地缘 很接近的地缘 要拿掉 那你会说 那新北市为什么不用拿 因为新北市 其实你知道的那个医院 其实也不多 真的全部最多的都还是在台北 当然还有包省 好 我们继续 我就只想先让你知道 就是说 它这算出来真的是有意义的 然后通常你可能算 再算几个 因为也不会有非常多都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就先去看一下这个医疗保健 所以请把这个 这个叫收入与支出 好 我就先这样写好了 先复制页面 然后把它取名叫做 二 其实最好是取名叫做 谁跟谁的关系 就是受雇人员报酬与医疗保健 的关系 好 翻过来 那基本上刚刚我们已经看到 它的一个趋势线 它就是有整正的相关性 那最后晚一点 我们再来写这边 我们先来看 这个图 我们只要改一个变数 就是经常移转支出 把它关掉 换成36 医疗保健 好 那你这样就可以拨拨看了 好 那我先拨拨了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 就是同样都是这个轴 请你换成医疗保健 好 还有这个 这个 Y轴换成医疗保健 那相对的这边 这张图 bar不用改 可是这个折线 折线就必须要改 这个线条Y轴 关掉 请放医疗保健 对不对 所以你去看一下 它跟刚刚 刚刚在大概在这个地方 就已经产生 就是结合在一起了 可是这个 这一张呈现是要到 2019年 2020年 要到2020年 它反而超出了 对不对 所以 以医疗保健来说 它会晚发生 它会晚 好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是原则上 它的一个趋势 感觉这边 这边也差不多了 这边就直接下降 然后这边就直接上升 其实感觉 它还是在走这个趋势 可以吗 好了 来先把这张图的 所有那个2 什么经常移转之初 全部都换成 36的医疗保健 那各位 刚刚我又看到 有同学 那个点很大 这个点 很大 因为它这边 有一个大小 大小 如果我今天 我把 就是请你们检查一下 这个大小 如果说你的点 很多点 好 可能是因为 就是大小里面 是有内容的 举例来说 假设我不小心点 把这个拖曳到大小 它这个值 它会随着你的值越大 它的圈圈就越大 好 只是 这我就没有去找你们 那 如果你要刻意 把这个点稍微缩小 是在格式 然后这个叫标记 标记 大小的调整 好 例如说你改成10 这个原点 就会比它来的小了 好 那 接下来 我们还是要去算 相关系数 就是 受护人员 好 对不起 我还是要改回来 原本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我 原则上 你算这一个 就等于算这一个 好 怎么算呢 怎么算 受护人员 报酬 也就是薪资收入 与这个 医疗保健 支出好的一个相关系数计算方式 滑鼠右键点选 效果人员报酬 然后新增快速量值 然后请把这个地方改成相关系数 再来类别 类别是什么 因为我现在做的是左边这张图 所以是区域别 然后接下来这边我就要放36 36医疗保健 确评 因为这是第一次做 好 所以这我想应该没问题 撒勾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针对他 针对他的内容 你就直接先删掉 因为他这本来放的是什么 受护人员报酬与22 经常移转支出 那现在我不是要放这一个相互关系 而是要放这一个 受护人员报酬与36医疗保健的相互关联系数 刚刚有一位学长他告诉我 就是这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 刚刚我们 我是刻意先把这个类别标签先关掉 因为我不要出现 我可以出现那个哪一年 可是我又不想要用这个棉 我用这个棉是可以的 我用这个棉 比如说这个土力 我用棉 它是不是就只有呈现棉 可是我真的要告诉各位 当我们在画 当我们在做大数据分析 日期绝对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这个不是时间单位 好 所以我还是希望要用这个统计日期 好 那可是我怎么样 我都调 没办法调整 结果它搬了位置 它搬了位置 它搬到格式 对不对 格式里面的什么 土力 我刚才会选到这个 选到这个日期阶层 它就变成年了 但事实上 我会希望从格式上面 格式上面呈现 好 这你们等一下可以去修改一下 那我现在还要再跟你们讲 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这个轴 这个轴 假设我今天 我不是从零开始画 好 例如说 我今天我去画这一条线 我换旗子值 所以我就动这个 格式 动这个 格式的 次要歪轴 的最小值 假设我是从 50万开始画 所以它是不是又 折线整个下降 对吧 好 那我可不可以从 负50万开始画 它是不是这个趋势就上升 有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我的意思是说 刚刚我们看到 好像是2020年 这边它就超过 可是事实上 当我把这个起始值 从例如说 负50万开始画 它其实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就已经有 有不太一样的一个呈现的方式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所以通常我们会去做 这两轴的一个 Normalization 就是正规画 这样了解吗 我只是告诉你 后面还会有这么一件事情 否则的话 其实你约略可以看到这个趋势 约略可以看到这个趋势 假设它是同时发生 你这边是高 这边是 这边是有高 然后有下来 可是它这边 只有慢慢的高上去 却没有下来 这件事 好 这以上是提供给你参考 第二个这边 它是不是用年来去做 好 一样滑鼠右键点它 滑鼠右键点它 受付人员报酬 然后新增快速量值 然后请选到相互关联系数 再来收入CleanTitle 请选到统计日期 统计日期 刚刚忘记 做给你看 就是你选到年 跟不选到年 其实是一样的 然后 受付人员报酬的总和 与什么 与这边有一个叫做 三六 医疗保健 就是这一年的 受付人员报酬的总和 与医疗保健的总和 它之间话在的关系是什么 确定 好 然后前面这个棉 全部都删掉 然后请把这个地方改一个二 因为这会跟刚刚做的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名称会一样 但是内容已经不一样了 打勾 然后就关掉了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的相关系数 关掉 请勾选它 0.88 你知道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 它的前面 差异太大了 就是这几个县市 台南 台中 高雄 这几个县市 差异太大 因为 等一下我要去验证 我还是要去看县市别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关系是全部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 假设我今天我去看宜兰县 它是不是就稍微低了一点 然后再来看花莲县 又低了一点 南投县 稍微高一点 屏东县 因为你最后你还是在比照这些 那一定会找到 可能是没有关系的县市 你看桃圆市还变0.98 高雄 好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比较不好找 可是 我要告诉你的是 这个例子就好找了 举例来说 这个相关系数 看全国 这边是0.88 那我就去看 看什么 台中 台南 高雄县 这三个县 好 我先关掉 这三个县这样不准 这三个县资料有少 对不对 从100年之后 这边就不对了 有听得懂我意思吗 就是高雄县 还是维持0.88 然后高雄 高雄县 因为台中县 台中县 0.83 台南县 反而更高一点 好 剩下我可能就要请你们 自己来去看 首先请你们先把 这两个相关系数算出来 我们就新增一张仕图 我们来去看一下 受雇人员报酬 其实受雇人员报酬 我其实可以画在 这个 好 所以我画在这边 画大一点好了 点空白的地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地图 还有这个叫区域分布图 好 我建议各位点区域分布图 然后因为我们是城市 所以把区域别搬到这个位置 区域别搬到位置 可是你在这个地方 你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只能看到像台北市 台北市 如果我今天我换成地图 它完全不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这个地方 那个台 这个大小写那个台 是有关系的 我接下来 我再把就是这一个 受雇人员报酬 它这边是不是有图例 有纬度 精度 工具提示 那例如说假设 你不晓得要报哪一个 你就直接打勾 有看到吗 这边 这边 台北市 桃园市 好 这边其实它都有点 它都有点 就是有点的地方 但是不多 但是不多 这边是我现在受到网络的影响 所以就请你们画一下 就是做地图很简单 一 空白地方点一下 二 请点选 这个区域分布图 三 请注意 一定要把这个区域别 搬到位置这边 它现在放到工具提示 工具提示 假设我今天放到 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的 就只有一个工具提示 好吧 那我们就先放到这边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 叫做地图 就当我点了这个地图 然后接下来 这个位置 位置 一定要放区域别 然后它这里面 有一个叫泡泡大小 你可以借由这个泡泡大小 来去知道说 这个 例如说这一年 1981年 谁比较大 所以这个受护人员 受护人员就可以放 把它放在这个泡泡大小 所以它有这两种 它有这两种 好 我看你们画这张图好了 地图 所以连选地图 接下来请注意 它的位置 一定要放区域别 你可以把区域别搬过去 第三个动作就是 这个泡泡大小 你就请勾 效果人员报仇 然后这张图 它所呈现的意思就是说 台北新北 这个薪支是高于其他 那接下来应该是 台中与高雄 那你会说 我们只有六都 那你可以把这个区域别打开 就有很多个点了 这样听得懂吗 请你们再动手 来先画这张地图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这张地图 像高雄市 高雄县 它其实会别在一起 台南县 台南市会别在一起 台中县 台中市会别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要破解 你就可以把这个区域别 再搬到土利 所以你这边就会比较容易发现 这里有两个 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 它这样子 它代表意思 这里有台中 而台南市 有台南县 当你游标 拉到右边一点点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选到台南市 然后在左边一点点就选到台南县 那是因为台南市 比台南县的数值大了一点 然后比较大了一点 所以相对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其实两个圈圈 好 这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颜色 像台北 新北 那这边也有一个基隆市 基隆市 它的一个就是薪资 也还算蛮高的 好 那这个地方澎湖 也蛮高的 你看到这张图 你应该要培养自己一个想法 就是说 北高于南 西高于东 对不对 还有 还有相对的 从刚刚那两句话 中间 这会变成是比较 比较 就是薪资收入低的现实了 以上是 我想就是说 增加了颜色别 才方便我们来去看这张图 那 我还是要提醒你 这里面不是说 只要看 这个叫做 受雇人员报酬的 套套大小而已 这里面有非常多是 像例如说 那既然我们了解了 受雇人员 跟其他因子的关系 你是不是还要再继续研究 这个收入里面的 像产业主所得 产业主所得 比如说 我现在把这个关掉 我就直接把产业主所得搬进来 那你就会发现 好像全台湾产业主所得 好像就没有刚刚那个薪资所得的 一个差异 对不对 这里面一堆等着各位 慢慢去透过视觉化分析来去探索 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 希望你能够知道的事情